过年冷嗖嗖将会有两波冷空气来拜年 而从今天开始是特别的冷 我们从这张图表可以看到 从今天开始是越晚越冷 而且是湿冷极冻的等级 在新北市以及桃园宜兰地区 可能会来到6度以下的低温 而在北部甚至是花冬地区 也都有可能是8度以下 虽然南部稍微温暖一点点 但是也是非常的寒冷 可以看到中南部地区 甚至南部地区 都有可能来到12度以下的低温 可以看到降雪机会的话 以北部跟东北部稍微高一点点 不过现在气象局特别提醒 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 是最冷的时段 以东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来看 可以是7到8度 中南部可能是8到10度 而在花冬地区10到11度 在空旷的沿海可能会再低个2度 而且现在专家也发现说 从今天到初五的清晨 受到强寒流的笼罩 在这个平地最低温 有可能会来到3度左右 所以真的要注意暴暖了 另外可以看到在26号初五的时候 可能会稍微回问一点点 但大家保暖的功夫可千万不能大意 因为接下来的第二波 就在27号初六 初六到初八还会再冷一次 而且是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 以及强辐射冷却 是非常地寒冷的 因此可以看到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这个周末 这整个星期都是非常地寒冷 保暖的功夫 包括你的衣物 你的保暖包都要戴在身上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